流年似水 时间总在不经意间流走 五年时间转瞬即逝 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 就已经变成了回忆上的一刻 2016年4月21日 也就是五年前的今天 UniqueFacial正式官宣王一博加盟天天向上 正式成为天天兄弟的一员 出道节目中他是不善言喻的弟弟 五年时间 从青涩到愈发稳重 综艺新苗也成了迎新的老人 2016年初相识 18岁的王一博 以天天小兄弟的身份 站在了天天向上的舞台上 同年4月正式成为天天兄弟 从此开启了天天课后班的补习生涯 那时的伊博初出茅庐 他并没有因为年纪轻轻 就步入社会这所大学 而感到胆怯迷茫 他喜欢分享他的趣事 他的感悟天真烂漫如小朋友一般 2017小叛逆 正式成为打工人的王一博 结识了很多朋友 这一年他被引证带入了梦寐以求的摩托世界 激发了内心的小叛逆 爱上了大摩托 成为了赛车手和众多迷地迷妹一样崇拜着自己的摩托车偶像 意大利顶级职业摩托车手瓦伦蒂诺罗西 同年也获得了亚洲影响力盛典最佳新人演员 2017年风格大赏 年度新锐艺人大奖等奖项 这一年他退去稚嫩的脸庞 处处透露着成长的痕迹 2018专属舞台 2018年是天天向上十周年 也是王一博的高光时刻 这一年他参加了摩托车赛事 有了经典的锤子舞 拍摄了陈情令 也在节目中呈现出了多面低他 2019流量时代 这一年迎来了他的流量时代 也是宝经风霜的一年 陈情令热播使得王一博爆火 很多人说他是一夜成名 其实成功没有结界 正是那10年的摸爬滚打 才有了如今的百炼成钢 这一年是他成长蜕变的见证 他变得成熟稳重 舞台上的表达更加内敛 19年也是他成长的分界线 从无拘无束的少年 到沉默寡言的青年 不开心和无奈呈现的淋漓尽致 2002是回归 逐渐适应工作节奏的王一博 开始回归少年的模样 撒娇卖萌表情包 变成了王三岁 鼎流并没有使他迷失自我 他依然谦虚 不焦不躁 低调有韧劲 还是那个为了梦想不断努力的少年 2021新开始 2021他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演唱了十四五赞歌青春恰时来 参加了第一个警察日深情演艺 渴望光荣 旁白中国在出发 解约某品牌 担起青年人的责任感 天天向上的镜头 记录了一个人从青葱岁月到成熟长大 悄无声息之间就变成了翩翩公子 天妈用了五年的时间 培养了一博儒雅的气质 谦逊的品格 让王一博体验了360行 如今 天妈宠爱一如既往 从未因为她年少懵懂而放弃 从未因为她星光夺目而沾沾自喜 始终待她如初宠爱依旧 此时 王一博在天天向上的舞台上越来越自信 主持能力也越来越好 她是天天向上的正能量少年 她是街舞中专业的导师认真专业 她是职业赛车手执着不放弃 她是滑板少年勇往直前 在即将开启的下一个五年里 期待未来舞台上依然有她绽放的光彩 时间给勤奋者以荣誉 所有努力都不会白费 万事皆可期 王一博一直在朝着成为更好的自己的目标 努力奋斗 天天兄弟王一博五周年快乐